好,在了解了函数返回类型的两种表现形式过后 那么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 对于这两种表现形式中 如果作为函数的设计者 那么我们在函数的内部应该如何去实现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如果是返回基本数据类型 那么相对而言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就说如果是基本数据类型 那么基本数据类型后面跟一个函数名 比如我们FUN 然后输入参数我们不管 输入参数不管 比如我们VOID 那么这样的函数我们该如何去实现 它的内部的模型框架就非常的简单 就是说定义一个跟这个基本数据类型 一模一样的什么变量 比如说我们叫什么RET 然后我们最终就把这个RET给它怎么写进去 那么也就是说整个框架就变成了 我定义一个盒子 然后最后把这个盒子交给什么上层空间就可以了 而这个盒子在我们的中间内部代码中 你不管怎么实现 最终能够得到一个RET等于什么什么的代码就可以 就是说你不管是数数也好 还是什么做编码也好 最终反正让RET进行了一定的什么负值操作 那么这样的RET就更新了 更新RET然后最后就返回就可以了 所以说以后大家写这样的程序的代码 你应该毫不犹豫的先把这两个框架写出来 然后再想办法如何去什么 如何去处理我们的什么RET的值的一个负值过程 比如说我们在之前设计的一个程序中 我们有这么一个例子 要求大家去实现一个空间中 把1的个数 就是二定制1的个数取出来 那么这个函数的声明我们可以怎么考虑呢 你看这个函数首先来说最终的结果 很显然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整形 因为它是数数 最终的一个结果是整形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函数叫INT 然后它的函数名我们可以随便起 然后函数数参数是一个什么 对于它可以指向是任意内存 任意内存取内存里的什么 1的个数 它是这样 那么这个我们先不管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基本框架怎么做 它的框架就这样 我们不管3721 先把这个结果RET给它复为0 因为刚开始基数是0 然后returnRET就可以了 然后这样的话在中间内部 我们再去实现什么 该如何最后怎么样进行手术 所谓的什么Count++ 然后什么操作过后 最后让ret等于什么什么就可以了 所以说总的来说 对于函数内部中 如果返回基本数据类型 利用它来乘上启下的话 那么更多的时候 你的思路应该是这个思路 当然在这种返回基本数据类型中 我们这是一种比较常用的方式 第二种方式就是 我们这个INT 只是当成一个什么状态标志 就是你的成功与否的标志 这个在我们实际开发中 也是非常常见的 就是说你掉一个函数 那函数的状态 什么就成功还是不成功 对不对 你告诉我吧 对不对 利用这样一个什么 一个返回值来给我 好 那么这是我们关于函数的基本数据类型 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那下面我们的重点就来看看 如果是函数返回的是一个地址空间 那么它相对然就变得比较复杂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数据类型 由于是一个地址类型 所以说我们现在来看 比如说我们还是用这个char新距离 那么之前我们说过 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是 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你定义一个一模一样的什么结果 然后这个结果S可能刚开始是等于空 也是什么都不止 对不对 然后最后把这个S什么返回给我 那我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S是个地址 虽然我能把值告诉你 但是地址指向的空间 如果失效了 那是不是就出现问题 对不对 比较典型的一种错误就是什么 如果说我们用什么 定义一个临时的局部变量buffer 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个buffer附进去了 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说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局部变量 作为函数返回值 那么这种设计是非常的错误的 编辑器其实有些时候 它也能发现这个问题 那么换句话来说 如果我们作为设计者来说 那么我们就一定要保证 什么指针所指向的空间 一定要的合法 那么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 看看合法的一些情况 那么之前我们给大家举的例子中 已经给大家看到了 第一种例子 就是说我们在函数返回指针的时候 我们第一种返回什么 返回常量区 因为常量的生存空间 我们说一直是跟大家提的是什么 是整个程序结束才结束 不会由于函数的结束而结束 所以说我们返回什么 返回一个常量区是没有问题的 常量区没有问题 好 所以这是一种 但这种在工程上意义不大 意义不大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千方百计的掉了一个函数 结果最后它只是把一个常量的地址给我 那我还不如直接在这个地方 让这个清辟着 等于这个常量的 是不是 所以这种函数 虽然说语法上是可以 但工程上没有人这样做 所以说这个在我们工程的 工程中意义不太大 意义不太大 好 那下面我们再介绍几个工程中 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函数声明的时候 我们能够猜测出 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那么第一种方式就是 把我们的局部变量 局部变量 比如说还是这样 还是这样 还是这个hello world 把猝子画 无所谓的 然后呢 然后只是在这个局部变量中 我们加上一个叫static的关键字 一旦把局部变量 什么 私有化 或者局部变量静态化过后 那么我们就认为 这个局部变量就不在什么 不在局部了 而是在我们的什么 数据区 这个呢 在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 那个空间 内存空间分布的时候 也说过 static会帮我们把这个变量 放到一个什么 静态区中 所谓的静态区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数据段 数据段 那么data段也就是 那么这样的buffer 我们能不能返回来呢 大家来看 好 这是我returnbuffer 那同样这个道理 我们看看这个百分之S 看到这个效果没有 好 beaut一下 好 确确实实没有任何问题 对不对 所以说呢 那看来我们在我们的函数返回 连续空间中 函数内部实现中 它的第一种实现方法 怎么的 我们说是叫做什么 静态区 静态区 也说把我们的局部变量 局部变量怎么的 static一下 那么也说利用关键字的什么 static 然后帮我们把什么 局部变量变为静态区 而静态区呢 我们说它的生存周期是什么 是整个程序结束 才结束 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好处 好 那么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什么 就是我们的什么 那个指读区 指读区 那么指读区呢 有一个问题 指读区就是说 你实际上就是一个 比如说我们的什么 字符串长量 对不对 字符串长量 那都算是我们的指读区 都算我们指读区 但是呢 我们说这个呢 这工程上的什么意义不大 就是说 所以说不太常用 不太常用这种方法 而我们静态区呢 应该相对然 它的那个static的方式非常多 用的那个形式非常多 因为你确确实实 可能我们在某些函数中 确实实是希望什么 只在某一个空间中去使用 而不在什么其他函数去使用的话 那么我们用静态区是可以理解的 好 然后接着我们看指读区 指读区不太常用 然后最后一个区还可读可写的还有什么区啊 那就是我们的什么堆区啊 好 那么堆区呢 原来我们提到过 所谓的堆区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MyLock和什么 和MyLock函数啊 和什么free函数啊 那么这两个函数呢 共同构成了我们堆区的一个什么操作 MyLock申请空间 然后free进行什么 释放空间 比如说这个空间的消失不会由于什么 由于我们的函数返回而返回 而是由于free的调用于for 然后进行什么 返回啊 好 这个呢 我们把这样的思路啊 一定要先建立起来 那我们再看几个例子啊 那么这个FUN呢 比较常用的写法 还有种写法 就是我们说用不在静态区了啊 而在什么堆区 堆区的方法怎么做 我们来看 堆区的方法是这样 还是一样 恰二星S 然后我们用什么MyLock去申请这个空间 比如说100个啊 然后100个空间呢 我们说MyLock呢 由于在使用的时候是需要一个什么墙类型转换的啊 因为防止编辑器的一个什么 呃不知道啊 而viewID呢 而这个MyLock返回本身是viewID啊 viewID我们说你你付的时候只是编辑器啊 那个告知一个能力啊 但最终我们还是要得到一个什么 一个真实的啊 读内存的方法 所以使用恰新 呃 然后这个完了过后 那么我们返回肯定是S了 不用说了 对不对 哎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 这样的MyLock肯定是看不到的 看啊 当然有些东西 那我怎么操作呢 你看啊 我们完全是可以这样做 你的MyLock已经申请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 大家来试看啊 我用死罪copy啊 是不是可以以S为目的地 把我们的这个hello word是不是烤进去 看没有 所以说MyLock的使用呢 也是三部曲啊 第一步申请 申请多大 这是它的第一个元素啊 第二个元素 申请完过后这样啊 初始化 初始化 然后后面就用啊 用 然后最后一步还有个什么 free调节性啊 所以说其实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如果我们这样写啊 大家看 这样写呢 那么这个时候p 看到结果肯定就是什么 helloword啊 但这样写完没有完啊 因为这样写完过后呢 我们说由于是MyLock申请的 那么函数消失过后 这个100个字节 是不是还在内存中存在着 对不对 所以为了提高这样的效率 我们利用这样的函数中 后面一定要加一个什么free free谁呢 就p 因为我们这个p 是不是刚好存的是MyLock的那个结果 对吧 也就是说你不需要frees啊 因为s你没有了 对不对 但是s里的值是备份给p了 看没有 所以我们freep 那么这个程序的三要素就结束了啊 申请初始化啊 释放啊 好 这是我们关于堆需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事情啊 那么还是一样稍微演示一下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有几个那个就是几个警告啊 警告原因是这样 因为我们在这个程序中我们只包含了一个标准投文件叫stdio.h啊 像这个函数啊 这个函数包括这个函数我们都怎么的都没有那个通过投文件的声明告诉编辑器啊这个函数是什么啊 所以说呢编辑器肯定就按照默认来编那这个时候他就有些警告 所以为了解决这样的警告呢 我们建议大家先加一个投文件叫stdio.h 这个呢主要跟stdio copy有关啊 然后mylock和那个free加什么投文件呢 这是带给大家提一个小技巧 就是m手册 你去搜啊 搜mylock 然后你看这个地方 他是不是告诉你要加这个投文件 对不对 你呢就把它复制过来就可以啊 就不需要我们一个去记啊 其实这个我们说记它的意义不大啊 记它的意义不大啊 我这写了stdlab.h好 然后我们再编一下啊 好你看这个地方就没有警告了啊 好我们再build一下 好一样你看hello world还是能打出来啊 所以说通过这几个小例子呢 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啊 就是说我们函数内部 函数内部如果是返回地址的 那一般来说我们看到这样的函数声明 你89不离死这个指针 肯定指向的是一个什么 静态 指针或堆区中的三个中的什么 一个啊 那么指针区呢 基本上可以把它省略掉 因为我们工程中啊 用不到啊 用的很少 因为没有必要这样做 对不对 这是一种方式啊 然后剩下就是什么 静态区和堆区之间的一个什么 一个想法了啊 好 好 紧接着呢我们来看啊 就是说 为什么要给大家介绍这样一个 一个简单的思想要知道呢 那么也就希望大家 大家在以后看到别人函数声明的时候 或者说不管内核还是内核驱动啊 或者是我们的应用编程是吧 那么你都会看到一些我们的函数声明 那么利用这样的函数声明呢 我们能够猜测出来 我们在使用这样的函数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去使用 对不对 好 下面呢我们就举几个例子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个例子就是 我们在文件IO中以后 会讲到的一个标准函数 叫Fopen函数啊 Fopen函数大家来看啊 你我们大概能够猜测出来啊 因为现在我们函数学完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函数 我们要用它应该怎么用啊 输入参数两个const恰新 而且都是const恰新 那很显然我们第一个反应 两个都是什么 双引号 对不对 字符串 两个字符串类型 好 但你先不管它什么意义啊 那什么意义 到时候我们学的时候在用 对不对 然后接着我们看啊 它返回了一个心 那说明这个心啊 说明这个心怎么办 肯定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连续空间 而什么连续空间呢 是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很显然不是标准的 不是硬头不是窍 是不是 而是个大写字母 那很显然可能是什么 是被别人又重新命名的 或重新定义的一个 一个什么 更大的空间 但我不管 那么既然它不想告诉我们 是这个空间的类型是什么样 只让我们知道是file的 这个东西就行 那我们怎么翻译这个东西 就说 Fopen给你两个双引号 反正两个常量 你怎么只是来看 看完之后 你该怎么操作 我不管 然后最后给我返回一个什么 返回一个连续空间 而既然这个函数是标准函数 说明它肯定不是出错 绝对不是断错误 对不对 说明这个指针一定会有办法 什么 指向一个什么 要不然是堆取 要不然是静态取 是不是 那这个呢 我们就要具体看fopen中 它的函数的那个说明 就说这个指针的二一性 我们没法确定 就说 不像我们之前说的 如果输入参数指针 我们的三一性 我们基本上可以通过修饰服务来 来知道 它到底那三个功能中的哪一个 很容易就定位了 但是这样的函数返回值 我们说它的指针类型 那很显然这两个函数 就非常像什么 这个函数申请一个空间 然后这个函数干什么 是不是释放一个空间 大家看吧 你看 是不是就把这个file指针拿过去 它就可以释放了 看没有 当然非常像 就说能感觉到 但具体内部细节还是有点不一样 但是我们至少能通过 我们给大家总结的函数内部中 这两种形式 我们至少能够大概能明白 以后我们在学其他函数的时候 我们的思路是什么 然后我们怎么用它们的函数 这是关于我们函数内部实现 所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几个问题